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面玻璃就盖在上面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木质的桌面不要被刮伤 比较好保养 隔了一层玻璃之后 表面就比较不容易被破坏 那事实上我在上一次有介绍 其实木座的家具在使用一段时间 真的难免都会有刮伤压痕之类的 其实也不是很不好处理 而且老实说就是市场上本来就有卖一些早期的 二手的木座家具 有的其实价位还蛮高的 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希望在木质桌面上再摆一面玻璃 餐桌也遇到过几次这个样子的要求 这一次是沙发桌那沙发桌就是比较小 那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其实尤其是桌面有更多这种要求的机会 桌面的面积很大 我们知道木头它是有细胞结构的跟金属 或者说大理石材质或者说皮的材质 其实它都不一样 其实木头它是活的 我认为它是活的 它会吸收我们环境中的水汽 那当环境的水汽很低的时候 细胞跟细胞中间的自由水 那个自由水其实它还是会释放出来的 这是个特别的名词 所以其实木头它还是有一定的含水量 就是我说的 当它要上生产线的时候 标准的做法其实是 含水量控制在大概12% 8到12%这个样子 但是即使是完工的木座家具 它木头的含水量其实还是会跟着环境来调节的 但是如果说桌面盖上一层玻璃 但是事实上桌底板桌面的背面 其实它是没有被阻隔的 因为玻璃盖在桌面上 其实让它水分的吸收跟释放 就有了一层阻隔 等于说桌面的背面 其实它仍然可以继续调节 仍然可以继续 因为环境的水汽多寡 桌面的背面 其实它还是可以调节的 可是当桌面的这个正面 被压上一层玻璃之后 其实它的正面跟背面 它的水分的释放跟吸收是不一致的 尤其是餐桌面积大的时候 其实这个样子是更容易造成桌面的不平整 前面几次就是买餐桌的人 当他们提出这个样子的服务需求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都会建议说 最好不要这个样子做 当然有了玻璃能够提供很好的保护 可是事实上你反而对桌面的维护是不正确的 虽然不会让它承受外力的破坏 但是事实上它本身水汽的调节 这个平衡就被破坏掉了 一段时间很容易造成桌面的不平整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很担心桌面被刮伤 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是使用的历史 我不认为旧的物件就比较丑 不一定 其实有的它会有颜色的改变 会更成熟 其实我在很早很早之前 有放过一张照片 就是全新的椅子跟使用过几年之后 其实它的颜色完全不一样 有一点像马鞍皮那种羊皮的概念 就是刚开始是比较浅的 后来它就变成蜜蜡色 所以其实旧件的家具未必比较不好看 当然有一些刮伤 不要太严重的话我认为都OK 但是事实上如果说连那些刮伤都要避免的话 也不一定要盖上一层玻璃来 作为唯一的手段 像我之前提到的 我们可以修复 如果说是油妆的或蜜蜡妆的 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修复 甚至于在家里就可以自己完成 当然就看每个使用者 有没有那个意愿自己去完成 因为我觉得困难 那当然你也可以回去找 你原来购买的厂家来做这件事情 自己实际上去操作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我觉得很简单 那如果说一段时间 好比说两三年 或者说发生了严重的压痕 或者说有刮伤 那就可以尽快地跟卖的厂商来联系 也可以上网看一些怎么样修复的做法 的程序 那自己照着做 我不认为太困难 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各位 我们买原木家具有一个重点 就是其实它的触感 其实是比较温润的 那比较天然 我们摸得到它表面上木头的纤维 就像有些表面涂装 就涂了很厚的一层漆 然后摸起来就没有木头纹路的触感 我觉得那个都 我都不喜欢了 就更不用讲盖上一层玻璃 这个是我们的建议 但是如果有跟我们买过的人 如果坚持说 它一定要盖上一个玻璃 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服务 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服务 那盖上一层强化的玻璃 但是我个人是不建议 原因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 它的水器的排放的平衡就被破坏掉 这个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去帮它割玻璃 因为它沙发茶几就不是像餐桌这么大 面积那么大 我原则上我还是不建议 这个也是有跟日本原厂制造商那边有讨论过 他们其实也是不建议 就是一样的理由 那再一次把这个观念跟各位聊一下 就是木桌家具的好处是 它其实是可以透过自己去修复的 平常在使用像餐桌 有时候我们要放菜啊 有瓷盘子 瓷盘子底下其实有一圈 或许是没有上到柚的 那个就是比较粗糙面的 或者说我们放铁锅 那那个都是很烫的 这些都要避免 那怎么避免 可能可以去买比较厚的隔热垫 太薄的其实隔热效果不好 或者说我们桌面有上木辣油 有上蜜辣的 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防水的功能 但是也不是说我们汤汁啊 茶水啊倒在上面 你就可以不理它 其实还是要尽快把它擦掉 但是它不是那种裸装的 就是完全没有保护的 那种木头的材质 它很容易就吸进去 其实我们现在卖的销售的产品 不是木辣油蜜辣或者就是水性皮油 其实都有一定的防水 那这个只要有滴在表面 我们就尽快把它擦掉 其实都算是好维护啦 就是比较稍微麻烦一点就是 有破损 有部分的木料不见了 那那个就不太容易做 那个是确实 那个是确实 那个除了上一层木工专用的补土之外 可能也不容易有其他的做法 那如果凹痕的话 我都介绍过 所以其实都可以自己去完成修复 我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使用的时候 我们正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隔热垫保护桌面 那使用完之后也可以拿掉 或者有些隔热垫它就很漂亮 我们就可以放在上面 而且它也蛮透气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会破坏桌子表面的做法 那判则上还是不建议 还是不建议桌面上摆一块玻璃 来保护桌面的刮伤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好 那今天跟各位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继续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